前面还没插满 国庆日的前一天一早还透着细雨 位在壁潭旁的空军烈士公墓 在退休航空工程师王立真 与退役飞官填定中的号召下 来自各地超过200位的志愿者 仿照美国国上日替阵亡军人坟上插上国旗 纪念他们为国家的牺牲 整片幕园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 在发起人的眼里 竟是激动与感恩 激动的就是说是 看了这么多的人来跟我一到做这件事 感激的话就是那么多人 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都没有忘记这边的人 除了超过200位的志愿者 前总统马英九 国安会前秘书长高华筑 国防部前部长延明等人也道场致意 我父亲阵亡殉职的时候 是在民国56年 他33岁 我那个时候只有两岁多 在黑蝙蝠中对遗孤章节念祭道文时 马前总统还不识事累 场面更显哀奇 马前总统在插旗献花后 有王立真等人陪同走访墓园内 几位阵亡烈士的坟前 听取阵亡烈士们的忠永事迹 碧潭空军公墓 常眠着超过一千两百位 从大陆时期到千台至今 为国牺牲的空军烈士 在献旗活动之前 有人先来致敬 柳连队长 有一件事情 我要交代给你 在国庆日前后 请你在碧潭空军公墓 参加献旗活动的时候 也把我给你的国旗 一起带过去 蔡英文总统在10月2日 视察空军499连队时 指派连队长柳慧迁 戴维献旗 不过献旗活动 不管军方与主办者 都希望维持民间性质 所以军方代表 也将时间特别错开 不过总统请人 戴维献国旗十分少见 问马前总统 他说他不一样 我跟很多人不一样 我来这边很多次 我大概五六岁才就来 会觉得蔡总统 应该要来替这些猎势 可以相当建议 如果他来的话 我也是会这样子 跟他去解释一下 这些的人 他们为了保卫台湾 虽然没有讲过爱台湾 可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 保卫台湾 蔡总统跟他讲说 他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 让他去献那个棋 军方的考量的话 也就是说是 不要混在一道 所以我想他们就是 先来先献的棋 不过这也是很好的 就是让这边的人 也知道 不但是军队没有忘记他们 我们人民也没有忘 忘记他们 为国捐躯是大碍 但过去的台海战役 时间已经久远 连最近一次的台海危机 也将近20年过去 感念前人的牺牲 不该因政权的更迭 而有所变化 应该是在这边之后 这边就有个努力 应该是我们的 给心底浪